再來看一下張明賢 張明賢曼萌老師16公升的背負式人 背負式的這種人力噴藥桶 16公升的油啊湯 有些人用在家裡噴連胺客草 三分的是不是有些人噴滴草王 還有圖片上的愛文孫 現在是不是可以透代 所謂連胺客草 它就是人酸 這個東西就是人酸 人酸它的容量很大 所以它通常在水量還蠻多的 所以我們說其實草油 草油我們在噴大概在一分底 因為它泡比較重 通常一分底草油正常在噴 然後差不多就要有這個60粒的一個 60粒左右的這個水 你如果是16粒的這個湯 差不多要排這個四湯 你差不多要排四湯來用 所以這個東西假設你如果是要用這個來噴 當然也是可以不是說什麼就不行 所以一般我們在這個算你如果是這種人酸 因為水量比較多 那麼這個東西你用這個東西就會稍微比較累一點點 那麼另外一個這個本達龍 本達龍我們通常正常在噴的時候 大概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也是差不多在一分底 差不多是這個60粒的一個水量 雖然說它泡比較薄 但是你在噴 也是60粒的比較噴比較要嚼 對吧 所以你也是差不多動力湯 16粒的動力湯一分底 你也是差不多要四湯 這我以前在噴都差不多是10粒的 所以這個東西你如果四湯 你如果四湯一分底四湯三分底 就要12湯 這合作的為什麼外油 所以全超油我是建議說動力湯 這個比較不適合 但是電動的 你如果電動湯 其實因為我們超油不需要那麼大缸 壓力不要那麼大 它比較不會沾沾沾 所以通常它就是 這個壓力會沾沾沾沾 所以這用電動 現在這個電動湯比較輕 多開掛 不要買那個鉗酸電池 要買鋰電池的一種 那麼它比較輕 那比較輕在噴它就比較輕磕 所以有的說不會這麼貴氣 但是你現在用撻的 它本身在白天燙 白天燙本身就有一個這個檔用 當然它很耐用 我一腳湯 可能用20檔沒問題 這種白天 你如果是用刷料 後來整理你的 保用一個這樣 那麼大概一腳湯 你要用 那麼這個東西用起來 絕對沒有問題 可能這個在各方面來看起來 一二十年都沒有問題 很耐用 你電動湯一二十年 不要亂 然後老湯噴三五年 就已經很好了 有的人說 它比較最重 其實也沒有辦法 所以你可以去科路看賣一下 就是說你自己找看賣一下 這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如果做看 這個 用逼的 用逼的 這個就很吃力 這種東西 這就都最重的一個出欄 那麼一般來說 或是個人是覺得說 在這個 鋼骨的一個選擇方面 那麼盡量可以說 一句話啦 盡量死 別人死 就是這樣就對了 那有的人說 我比較欠 比較欠你就要吃比較疲 這大概是我們在管理上 要特別特別去 去注意的一個這個重點 所以其實這個選擇 選擇這個 目前看起來 這已經 應該是沒什麼條 但是就是說要包 我們選擇在透過的時候 通常 在這個時間 通常 有一個 生理落果 多數我們的這個水果 都是這樣 叫一次生理落果 二次生理落果 那麼頭一段 頭一段 他剛開封 開始滑滑滑滑 有條沒條的 就開始滑掉 那麼這種 叫做一次生理落果 大粉水 那麼再來就有 一些外片的 這個比較沒那麼正常的 他還滑 所以這第二道 這是叫做蝦粉水 那麼蝦粉水 就是叫做二次生理落果 所以一般通常你要包一定就是说 这个大分水 削分水 削分水耍就是二次生理落果耍的时候 日处的这个生理落格后的时钟 我们可以来包 那么这个时钟你差不多多两大 大概比鸡蛋小一点点 这准就可以来把它包 那对于这个爱闻来说 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瓶颈不像 它那个瓶子特别一样 所以你可以特别瓦 因为它这个红色的这个瓶颈 你要像这个金红 这类的黄色的这种瓶颈 它通常要特沉色的 比如说瓦子里面有那个黑黑那种 这个瓦颈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大概在这个二次生理落果后 那二次生理落果差不多几天 差不多在五星期至六星期 只有五到六周 所以差不多就是说它开始下火 火开始在下 它有开开始在下 过五星期六星期 这个二次生理落果 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够两大 有个说我一直在等够两大 但是它就没那么大就变色了 因为有时候没肥 没水 管理料很小 那么这种小小的肉 这个在台料有另外一种瓶颈 那个东西还卖的这个还不错 那么这个东西就说好像这个 贵妃在吃的 所以叫做贵妃芒 这个贵妃芒 但是你如果是适当的这个瓦颗 其实贵妃芒也很大粒 也是像这种大概是爱闻这个 这个体系不过于这个东西 这个贵妃芒 可能会比较丁实 这个糖度 那么其实也还不错 但是它不是红的 带一点粉的 所以但是在台料 因为它都没输果 都没输果 所以它会去给它小小粒肉 这种这也有人在买 还是说什么鸡蛋芒 反正他们都自己去 去赴一个这个名字 这个所以呢 看一看这个瓶颈 所以我们在说的 比如说像爱闻 这不要超过贵妃芒 二次生理落果了 那有的人就是说 这个二次生理落果的时候 他先说呢 这个把他整理你 他改念的念 念之后他随着 然后他就把他包起来 所以我们在要特地进程 要特地进程这个很重要 这个地方就是说 修身就是要先收割 那么一些这些外屏的 破边的 唐嘎的 路上的 温孤便髓 这样的都给他 还是说那个 他本身就是这个 人大家都已经 要多两岁 它還像煙燉 或是像蒸豬仔 蒸豬仔仔那種的小果 那種有時候它就變薑果 薑果就是像薑絲一樣的果實 要大、硬硬 它就是要大、硬硬 那種我們通常都會把它黏黏著 都會把它黏黏著 所以就是說這個 老實動的一個量 這樣就好了 現在收割後來 先幫它做一個修正 這個修正 是簡單的 就是給它通風 可以留得更通風 如果是會去 會去掛尾 還是什麼樣 這種呢 收割整理你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 你收割它處理一下 給它整理好使 那麼來就噴油了 噴油了之後呢 你同時 給它噴油了 來給它包包的 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在包的時候 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這還是有一點點這個麥克 盡量讓水不能順著這個地上 還是說去抵水 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大體上 是一定要稍微注意到 那麼地上 土地上 土地上 然後呢 這個蒜子 如果水比較乾 土比較乾的時候 你要壓一層水 不然你要把它包起來 我希望用它包起來 這個蒜子動不掉 所以這有一個 要蓋起注意的這個地方 提供給我們 各位好朋友 你稍微做一下這個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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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